张化农田水利会成立大典 于12月12日在园林中学大礼堂举行 台湾省主席严家感亲民参加这个盛典 水利会筹备主任吴再坤 向大会报告改组的经过后 接着由严主席以来宾身份致辞 希望这个新的水利组织 能在最短期间发挥最大的力量 随后并颁发应售给新任水利会会长赖维总 张化农田水利会是原有张化八宝 北斗三个水利委员会改组成立 目的在能促进水利事业增加生产汇集农民 实在是一项很好的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